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辛酉 辛茅 丁 海 丙武 这一个人说 他已经穷困潦倒20几年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短命平命的一个八字 穷命的一个八字 我们来看看这个八字的一个特点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的一个八字本身丙辛一合 他的两财胜一财 然后你看这个大运 丁火再去克他的心经 所以他天干的一个财运 我们可以知道是全部消失 在地支 我们可以知道 吾火克酉金 他的酉金一样受伤 所以这个八字来讲 他的一个地支 跟天干的财全部一起全灭 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说 这一个人的财运 他天生就很弱 他的财运天生就很弱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天干地支都是一种这一种状况的 这时候他要做的 他想要摆脱穷困 第一个不是要学会发财 各位你要先了解 他现在会穷困潦倒 绝对是他不一定他赚不到钱 而是这一种八字一进来的时候 差一进来 他会怎样才进才出 也就是说可能会很会赚钱 但是相对而言也很会花钱 所以很容易都会形成是一种月光 月光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每一个都是什么 要月光先止 月光战士 然后代替月亮惩罚你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都很容易会产生这种特质 所以这一边已经不是在他会不会赚钱 反而是要先学会存钱 因为这种八字就是很容易财进财出的情况 所以要学会把财锁住 财会是第一要件 因为其实你再看他后面的印 他后面是丙序 你看丙心一合 卯序一合 他还是一样 全部几乎 他的财几乎全部都很难看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他要先学会守财 先学会守财 在会守财了以后 再学会如何增财 了不了解 先学会存钱 这是第一步骤 然后再学会怎么增加收入 但很多人往往会相反 他找不到 就都没有钱了 他想增加收入 可是或许他真的让他努力的 是财运增加了 但是因为他存不到钱 到最后还是搞得一败苦地 这一种状况比比皆是 所以像这一种的八字 来说要学会守财 像我有一个学生 其实也跟他是一样的 他也都是破财 可是各位 他有一年他跑去玩期货 第一个月赚2000万 第二个月再赚2000万 第三个月倒赔2000万 倒赔 也说前面赚的都没有了 还倒赔2000万 来回6000万 不见了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整个就 怎么会这样呢 各位他是天生破财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到最后他了解他的一个命盘以后 他都做一个动作 他把他的钱全部都怎样 拿去买保险存起来 拿去买保险存起来 所以各位他就是这一个状况 学会存钱 他怎么增加他的收入 因为他本身 像他本身来讲就是google的工程师 所以他真的很认真 就是你们一般常看到 那就是在工作上很努力的那一种的 他是这样子 有了钱他就拿去买保险 他把钱存下来 当然各位 他的财富一定比我大 他的财富一定比我大 所以各位 先学会存钱 再会增加收入 在这种破财的发质里面 这个动作尤其重要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人来见 拜拜